今天我想要去台北动物园 走吧 诶,这个不是台北动物园 如果你想要去一个地方 第一步要干嘛呢?直接出门吗? 应该不是吧? 你要先看一下那个地图 知道怎么走 不然 一定不会到你的目的地啊 我刚刚说我想要去动物园啊 但是我没有查地图 我直接出门开始走 当然我没有到那个公园啊 因为 我没有查地图 我没有什么说明 我不知道怎么走 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达到他们健身的目标呢? 因为跟刚刚的概念完全一样 没有花时间 学一下 对的方向 怎么走 怎么做 你直接开始乱动 当然 你会浪费你的时间 还不会到你的目的地 今天 我会送你们世界上最完整健身概论 来 Cobra 我想要减肥而已 我应该 疯狂住 运动吧 错 你知道吗? 最有效减肥的方式 就是 饮食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的体脂肪会增加? 是因为你吹运动 才是因为你的饮食有问题 你天天 吃过头 你摄出的热量 太高 所以你的体脂肪才会上升 所以你们不要疯狂出运动来减肥 即使你要减肥的话 你真的不一定要去锻炼啊 你可以直接学习 怎么控制你的饮食 也就会到你的目标 你就会瘦下去 Cobra 我已经减肥完 但是 我的腹肌 我的胸 我的腿 还是软软的 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已经减肥 还是不满你 觉得你全身还是太软 怎么办呢? 你应该开始做肌肉训练 你可以用徒手 或者直接去健身房 都一样 你觉得你的胸肌太软的话 你一定要加强你那个部位 所以你要多练胸肌 你觉得你减完肺 你的肚子还是软软的 你要发达一下你的腹肌 多练腹肌 你觉得你的腿部 太软的话 你不喜欢 那你要加强 那个部位 多练腿 发达你腿 的那些肌群 所以 你要一个比较硬的身体 一定要 训练肌肉 Cobra 我是新手 但是我想要很大的力量 我应该去煮很重的吧 这个不一定 你要按照对的步骤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你第一个目标不应该是很重视力量 或者做什么非常有难度的动作 你知道第一步是什么吗 你要去找一个教练 水队的姿势 因为你姿势烂的话 以后一定会受伤 然后姿势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为了练到对的基础呢 所以你的姿势不好 你就不会练到你想要练那个部位 所以你健身 第一个阶段 一定要多重视你的姿势 让你的姿势非常标准之后 你才要开始 重视力量 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你那个脑袋 接上去你的肌肉 那个connection 那个连接 很多人 没办法 专心 选择一个部位 八粒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 没有学到 怎么利用那个基础 八粒的话 重量越大 你会直接 分散给你全身 没有特别 刺激到 你想要刺激的部位 所以你们也要花一点时间 学一下怎么 专心利用你想要利用那个部位 这两个步骤完成之后 你才要开始 学 怎么用这些姿势来加强的力量 步骤才是这样子 你们没有按照对的步骤 相信我 以后 一定会受伤 然后你那个进步的速度会比较慢 你们要按照对的顺序 我希望这部影片对你们有帮助 有帮助的话 一定要 按赞 订阅 另外 想要到你的目的地 要先干嘛呢 查一下地图 不然 你就会迷路 感谢YouJim来赞助这部视频 或你想要加强你训练恢复的速度 非常推荐这个电子按摩器 想要买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看那个资讯栏 我会把一个折扣链接 放那里 送给你们 我会想要看你 是吗